红灯亮起 机车骑士刹车停等 没想到后方的机车撞上来 车祸发生在6号晚上10点多 台本市北投的陈德路文城路口 两辆机车追撞 后方机车骑士连人带车倒地之后往前滑行 一查发现他是51岁的黄姓远景 10年前调到保六总队负责立法院的院区维安 案发之前他正要骑车去上班的路上 前方机车已经停红灯远景撞了上去 人车滑行他的头部重创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送一还是回天乏术 双方九侧值都是零 案发地点就在陈德路六段 不管白天黑夜车流量都很大 警方针对台北市肇事热点统计 这个路段前年排第七 去年一度升高到第四 今年光是一到二月也还是在前十名以内 车祸身亡的远景戴的是半肇式安全帽 也就是俗称的西瓜皮 案发当下他的安全帽瞬间松脱 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虽然比较凉爽 但全肇事能完整包覆头部 安全性相对较高 华世新闻 黄沛华侯正伦台北报道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